大家好,我是响哥 今天用白玉菇做一个美食 两块钱的白玉菇去羹 清洗干净 中间切段 再搭配些小芹菜 切成段 我还喜欢搭配一点红椒 再切一点大葱 蒜片 搅锅用 空碗中打入两个鸡蛋 用筷子搅拌均勇备用 接下来开始操作 起锅,加入清水 大火烧开 加一点点盐和食用油 接着下入白玉菇和小芹菜 再加点泡发的黑木耳 焯一下水 捞出来 控干水分 烧过水的锅容易粘锅 可以先把锅烧热 加一点凉油滑一下 锅中再次加食用油 倒入鸡蛋 倒入鸡蛋 先将鸡蛋炒熟后 倒出来备用 锅留少许底油 下入切好的葱蒜 爆出香味 再倒上红椒 搭配颜色 接着下入焯好水的白玉菇和小芹菜 开中火翻炒几下 然后开始调味 白糖 盐 少许的味精和鸡粉 再来一点生抽 倒上炒好的鸡蛋 快速的翻炒 调料融化即可出锅 装盘 一道鲜香可口的家常美食就做好了 请大家参考 我觉得这个菜有点费米饭 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感兴趣的朋友起个菜饼吧 谢谢大家 好吃 谢谢你 你叫孟儿 好吃你就多吃点啊 好 叔叔 阿姨姐 爸爸点小声就吃一下 嗯? 怎么不说谢谢啊